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地里摘一点的香菜 回去拌那个黄瓜 我在评论里面就看到朋友们说 和那个黄瓜拌起来好吃 光吃香菜就说不好吃 然后我看着 反正香菜这么多 不吃的话倒是老了 也可惜 今天我就做个黄瓜吧 昨天这个香菜还睡着了 睡觉了 今天是有点点就有太阳了 它就早上来了 起来了 我看那边还有一点 我先把那边的老一点 这边萝卜小一点 那边大一点 打点香菜 好大了好粗 好啦我们这么多也够了 配黄瓜的话太多我怕你不好吃 可以回家 我这个香菜呢 这两个黄瓜 两个黄瓜我们买回来 因为这几天家里没中有黄瓜 还有一点的辣椒 小红椒 这样比辣一点 我买回来的黄瓜要多洗一下 我都听朋友们说就是 黄瓜刚打药接打药明天就出栽了的 把这些东西也随便给洗一下 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水 我们这里这两天有人借房子 装修房子 所以那个叶拽的声音啊一直在叫 再把它洗洗干净 替朋友们说要留多个水 洗干净一点 我先把它冲一下吧 把这个黄瓜也切起来 把这个黄瓜也切起来 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 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 这个黄瓜就不要了 肯定很苦的 我家里盐给椰制一下 盐太多了 刷菊鱼 把那个水废给椰制出来 这样到时候吃起来就脆脆的 这个黄瓜就不管了 我们切辣椒 这是小米椒 滑干净 把辣椒拿起来 把辣椒搅拌进去 把它切成一块 把辣椒搅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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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米椒搅拌进去 会太多了 再来一个 来搞点大蒜 搞几粒的大蒜 这香菜再整理一下 我听朋友们说就是香菜吃多了长斑 我感觉我自己买的都斑了多长点也没关系 这叫我叫马子德的 给你留着 黄色就是一样 把香菜洗干净 这么多香菜会不会太多了 要太多我就少用一点 把它洗了 少用一点 下次再用 现在还挺难洗的 小的时候洗菜干不干净 现在有老妈接住这 现在没人接住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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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一点都不凉 不冷 暖呼呼 的 下水就是冬的下凉 下水的时候提凉快 冬天就很暖 洗菜也不觉得冷 越干净了吧 看洗的水 洗的水干净就干净了 好 可以了 把它弄干一点 这个叶子红就不要 这个油就做别的菜 不要改这个就行 切 可以了 所以都有配料 配料比煮料还多 我腌制了一会把这个捏出来的水给倒掉 哎呦 哎呀 掉下去一个了 不要这个水了 把这些全部放到里面去 尝了把它切断 这会太小了不好拌 不好拌 我就拿个盆 拿盆的拌吧 加点酱油进去 加点白糖 把这个拌起来 不要拌均匀 有点不好拌 这个 这个的话 我们拌好可以泡一个晚上 味道更加好 急的话直接泡好一次就可以 放在这里 我在野力不息 切的大 有大有小不均匀 长度不均匀 长度均匀就好看一点 放在上面一块汁 焦不在那里 就没味道 把这个香菜都放到上面去 香菜太多了 全部把这个给包住了 味道怎么样 这个饭是刚刚热好的 这是 凉菜肉饭 加下面一点的味道浓一点 再来点香菜 嗯 好 热 味道 脆 这小米椒太辣了 香菜这样做的话脆脆的 不会像牛吃草一样嚼嚼过 老娘了 这辣死老娘了 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辣了 虽然辣但是想过白衣再来一块 再来点香菜 我赶紧一下喝点水 我也受不了了 我放在小米就放太多了 应该只要放两个就可以了 就不会这么辣 被辣死了 嘴巴蟹都辣走了